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神一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 我是310 好那我们接上次的记录 这个hard难度还是有点挑战的 我之前玩了一次这个NG太多 死的太多就没有录下来 那么这次是第二次录 然后紧接上次的这个船 摇完这个船以后呢 就是到了雅典的港口 那这个船我们以后是回不来了 所以说宝箱就不用太吝啬 就去开吊好了 好这里写着这个雅典的城门 我们到了雅典城门口 然后这边雅典娜的雕像可以调查一下 他说这个把Aris干掉 那么神就会原谅你以前的那些罪过 那至于是什么罪过呢 我们随着剧情慢慢深入 好这里出现一种这个敌人呢 和船上的碰到那些不太一样 这种敌人是不能直接用投机的 但是空中的话是可以直接用投机 就像这样无限连 等到他出来这个圆圈的标志以后呢 就可以像船上的那些人一样 抓住他以后三种选择 要么扔掉要么拆开 要么按在地上揍一顿 好这边都出这个圆圈了 这个圆圈如果你不跟上去这个连的话 不跟上去直接用投机的话 是会消失的 也就是说杂兵他血会稍稍回一点 然后你再打他之下 他又会马上出现这个圆圈的提示 这些敌人呢就是用轻攻击攻击 他们是不太会有硬质的 所以说打这边的时候 要时刻注意周围的人 比如说刚才这样 差一点就被看到 这下就被结实的砍了一下 哎 又被砍 哎 抓不抓到 好像抓不到 抓 这种杂兵的话 用这个浮空 连续浮空是比较好用的 打起来也比较安全 好 抓 哎 大家看这个圆圈马上就消失了 就不能抓了 好 打开之下呢 就又能抓了 哎 那边有几颗红魂 不过我这个想想 算了 放弃 红魂如果离你这个 比较近呢 他就会自动吸过来 那离得远的话 就不会自动吸过来了 这里有三个杂兵 还是这种敌人 不过在这个矮小的走廊里面 用这个连续浮空的战术 不是很奏效 主要是跳不高 打的时候要经常注意防御 这种跳起来的这个砍呢 一般会有蓝色的这个刀锅 哎 他刚才用的那招 转刀的这个非常 非常恶心 他这招呢 是之前的 硬直比较小 而且都太容易看出来 像这个 跳起来砍的话 基本上是能够轻松防御住的 他那个转刀的话 发招比较突然 所以经常会看不清 有一些杀掉呢 是会出绿魂的 可以稍稍补给一下 那这边过来呢 有这样一个宝箱 打开以后是 拿到一根凤凰羽毛 拿到这个六根的凤凰羽毛呢 就可以增加一次这个 魔法槽的上限 也就是蓝的那条 那之前的这个战斗受伤 就开一次绿色宝箱 哎 这边有一个这个 这个东西 有什么用吗 好像跳下来以后 什么都得不到 好 这边这个地方呢 是主线的这条路 旁边刚才去的是 这个分支路 像战神 这个分支路比较多 一般进去都有比较好的 奖励 起码是这个红魂宝箱 有可能是这个石化之眼 或者是凤凰羽毛 这边看到远处跑过来 两河便当 然后后面跟了两个牛头 这个当然也无法幸免了 好 我们就见到了这种新的敌人 叫做米诺牛 这个米诺牛呢 在希腊神话当中 是一个这个杂种 人和牛的这个杂种 在这个游四里面 把他量产化了 应该是只有一头的 然后被一个叫特修斯的人干掉了 躲在一个迷宫里面 这个牛头呢 打起来也比较简单 主要的策略就是 浮空以后连续投资 好 等他头上出这个圆圈的提示呢 上去按圆圈 抓住他以后就可以把他推倒 推倒以后呢 就会有非常多的绿魂奖励 当然你也可以不理会 那个圆圈直接把他干掉 注意他会防御 好 调到空中以后 头等他弹到地面上弹起来的时候 抓住再投 一般可以投两到三次 那如果说 就像这样打 这是打迷宫牛比较方便的打法 你可以不理会这个圆圈 直接把他用普通攻击干掉 这样的话出来是红魂 就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如果你HP不满的话呢 就把他干掉布点绿魂 如果说HP满的话呢 就直接杀掉 换红魂比较划算一点 所以说这个米诺牛基本上是这个移动的血瓶啊 我非常喜欢 好 这边又有这个两个杂兵 他们说这个艾瑞斯带来了一些怪物 然后把雅典城市陷落了 然后他们也无一例外的领到了便当 反正看到魁爷的人都得去见哈利斯 好 这边又有新的敌人了 是这个恋球怪 好 恋球怪我们的策略呢 就是用五下方的这招 然后最后接三角 前面呢都挥空 以防这个怪物被打到以后他会出招 前面离远一点挥空 然后让最后那一下挥到他 这个最后一下攻击力是非常高的 好 当心他这个恋球攻击呢是多段判定的 一旦被打到会少很多血 回避的时候注意往他的左手边回避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这个恋球打到 然后等他出提示以后呢 上去四个QTE直接解决 好 会有两颗绿魂 其他都是红魂 这里系统提示说我们武器可以升级了 当然打他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巧招 比如说 哎 用这个 菠菜东之怒直接把他紧下悬崖也是可行的 打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比较适合这个最速 好 这边一共有三头 哎 最后那一下没出 就这下 这下攻击力非常高 等到武器升级到高等级以后 那招就可以比较快的打出来 现在前面要打这么多废招 最后才能打出这一下 好 很快就出提示了 上去先打他蛋蛋 再爆他菊花 然后头上插两下 那三个人都干掉以后呢 这边结界就打开了 打开以后我们去这个角落 角落有一个红色的宝箱 然后这边呢 这边等他变成蓝颜色以后打开 这个宝箱就是可变宝箱了 随便你是绿的手打开 就是绿魂 蓝的手打开就是蓝魂 看你哪条槽这个不满 那随便自己 好 这边呢 先把两个这个 桩子下面的木箱子给打掉 就可以打开这个 去下一个场景的道路 那我们再这个跳过去 先从这个矮的开始撬 好 这边呢 右边有一个高的 这个地方场景不是白做的 是有一个隐藏的 一个凹口 里面主要是这个 这个箱子 是一个石化之眼 左边那个蓝魂箱子 是浮云 刚刚补过 好 这边这个箱子打开呢 是这个一堆红魂 好 梯子呢 一开始可以用二段跳 这样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爬梯子动作非常慢 而且不能加速 然后走到尽头呢 好 这个是反力 大家看这个是反力 不用跳的 我也是长久不玩 忘记掉了 贴着这个东西走 走走走 除非是你想玩最速 要不然你就老老实实走到底 亏爷他自己会掉下来 站到哪个平台上 就像这样 不用按跳 好 然后这边有个网 爬上去以后呢 诶 这怎么回事 好吧 那我们再来一次 这个地方 走过来以后不要按跳 让亏爷自己下来 好 诶 前面这个 左边这个 上面有没有东西呢 我猜是没有东西 那我们先走 好 这里有一些这个 爬带之类的东西 可以大碎 都是红魂 然后可以看到有一个宝箱 是可变的那种 到这里过来对话 就发生剧情 这个女的是谁呢 是阿弗罗迪特 就是希腊神话当中 爱神和美神 美神也就长成这样了 他说这个 你现在能力 来打这个Aries还不行 我再给你一种能力 能够让敌人 能够石化敌人 但是你必须先要 挑战这个怪物 这个怪物大家都认识 叫做美杜莎 美杜莎 美杜莎是戈尔宫的女皇 阿弗罗迪特说 把她的头给她摘下来 让我就给你这个石化的能力 你来笑 戈尔宫 戈尔宫是谁呢 戈尔宫就是这种 这个下半身是蛇 然后头发上全是毒蛇的那种怪物 然后戈尔宫一共有三个姐妹 大家一般只认识那个美毒莎 因为美毒莎是长得最漂亮的一个 这个长得最漂亮也就这样 另外两个名字我也爆不出来 反正是戈尔宫三姐妹 美毒莎是最漂亮的一个 战神二代里面那个 很非常肥的那条 戈尔宫 我怀疑是她姐姐 我们还是用这个策略 让她吃那下很痛的 好 她放石化光线可以直接打断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翻滚 诶没抓到 可惜了 好 这个美毒莎HP异常的厚 大家打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而且被她抓紫下以后就 很快会红血 可以现在看到现在已经离红血不远了 那她放这个好 已经红血了 她放这个石化光线的一般来说 从你这个反应过来 然后翻滚 连续翻滚四下就可以了 诶当心 我去这个绿魂开一下 诶蓝魂 好变绿了以后把它打开 诶当心 美毒莎的话 节奏掌握得好 诶看到连续翻滚四下 然后就结束了 可以挥 挥武器 再给她来一下 诶好像躲开了 这个美毒莎一旦闪避你的攻击 她是必定会反击的 所以说 赶紧翻滚躲避 或者是防御 诶 她刚才那一下 跑过来捞一下的那一下 是出招比较快 威胁比较大 她甩尾巴的那招 之前一般会有一个这个前兆 好总算是出奇事 这次的QTE呢 是左摇杆的QTE 让你怎么转呢 就怎么转 这个我们在船上也练过了 对吧 好这里就得到了 美毒莎的凝视 好他说 把这些牛头人 用美毒莎的凝视干掉 哥尔公之力就归你所有了 好 其实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为什么 因为魔力会源源不断的恢复 然后你当然不用这个 哥尔公之力也行 不用美毒莎的凝视 直接用海黄波赛东 波赛东之怒 这个可以赚到不少红魂和 莲姿术 因为这个牛头人也是不断刷的 除非是你用这个 美毒莎 这招干掉石化 然后把它打碎 这样呢 这个打碎一定数量的牛头 好我们先把刀剩下几 打碎一定数量的这个牛头呢 就会 触发剧情 打开这个封印 要不然这个地方会不断刷人 好 升到两极以后 新增一些招式 比如说L1加X 这个浮空剂 然后R1的冲撞 还有空中的R1冲撞 和L3加R3 就是两个摇杆 一起按下去 是这个爆气 爆气以后呢 攻防增加 然后硬直 可惜时间比较短 一般是救命利用的 就像这样 维都杀给大家用一下看看 石化以后 一个重攻击 就可以直接打碎 方法是按住L2 他会自动锁定 最近的敌人 然后按住方 就会发射这个射线 然后敌人被冻住以后 上去打碎 越脆的 那个越是小型的敌人 越容易打碎 这个越是大型的敌人 越难石化 也越难打碎 好 这个波赛冬之怒 可以随便用 非常爽 大家想赚这个200 连击的那个奖杯的话 可以在这里尝试 这里呢 我们这个玩一个邪道玩法 这个地方比较难 我们先用一次 三角按到底的这个蓄力 蓄到最高点以后呢 用一次这个 好 上来了 不过后来没跳好 没有跳好呢 就跳到贴图外面去 贴到贴图外面去 就处于一个无限坠落的状态 这个掉到一定程度 就会死掉 可以看到 走鞋道是要付出代价的 大家自己自重 好了不要紧 切换成这个波赛冬之怒 先干掉一头牛 这个回点HP 我之前上次录的呢 是打开了三个奖杯 一个是200连击的那个奖杯 就是在这儿完成的 然后还拿到一个 美都沙的凝世 这个拿到以后 是有一个奖杯的 然后还有就是 第一次碰到这个牛头 杀掉那三个牛头 也是有一个奖杯 这三个奖杯我就没有录在这一次流程里 上次录掉了 但我没有成功 所以说跟大家说一下 诶 让我抓一下 抓这个 这个抓还是挺难抓的 可以看到 怎么算抓到了 你用普通攻击这个杀牛头 是不算真的把他们杀掉了 当然红魂 绿魂还是会有的 所以可以在这儿刷莲姿树和刷红魂 好 按住三角 我们再来走斜道 按住三角以后 跳到最高顶 放一个这个波赛冬之怒 维持好高度以后 再按一下方块 再按一下跳 就可以跳得比较高 跳到这个门檐上面 诶 就像这样 然后再用这个 诶 还是如法炮制 站在这个地方呢 再使用这招 就可以跳到那个戒图外面 我们把刀伸一下 这个L1加X的那招 在空中 是可以制空比较长时间的 而且会提升一小段高度 比较实用 跳到最高点 然后使用这个波赛冬之怒 好 成功了 上来以后呢 注意一定要跳到这个墙里去 对 然后我们到什么地方了呢 看一下 我们就到这个门后面了 绕过这个结界 那走这个斜道 有什么好处呢 走这个结界以后 后期就是 有一个能力 就是 魔力无限 当然这个魔力无限 我也不会一路用这个波赛冬之怒打过去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吧 只是在有的地方 这个HUD的难度呢 比较难搞 要 retry比较多次 那我就直接用魔力无限过了 算了 比较方便 这个算是游死当中的一个bug 直接绕过这个结界 诶 就是刚才那招转刀 转刀的那招 发生比较突然 很难躲 不要小看这种杂兵啊 人多的话 也是会被你连 也是会把你连死 按在地上 把它K掉 好 可以看到刚才这个横梁上呢 有一个红魂宝箱 那怎么拿到呢 正常情况下是从这边 然后沿着左侧跳过去 然后接一个R1 对 跳到刚才那个窗口的地方 但是我好像操作失误了一下 忘记按R1了 那我们不要紧 可以用这个邪道 直接上来 好 先开这个宝箱 然后再跳到那个窗口的那个平台 再开这个宝箱 正常流程应该是在二楼 跳到这个地方 先开这个 然后跳到刚才那个地方 那拿到这两个宝箱呢 就走路 上去以后 这边有一个这个 存档点 然后有一个绿魂宝箱 有一个弓弩车 有一个机关 我们先不要去转那个机关 直接弓弩车 这个给它来一件 就可以把右边的这个 墙壁打碎 露出两个红色的宝箱 然后这边掰一下这个开关 让公主车转90度 继续 再射一件 这个件是会不断回的 大家不要担心件用光 然后再拉一下 可以看到正前方呢 这个有一个铁门 所以说木桩的穿不过去 好 左边这个枪也是可以破坏的 好 打开了里面有一个宝箱 好 这边又是一根凤凰羽毛 还差四根才能增加魔法上限 然后这里先往左边轴 下去以后 我知道这里有敌人了 哎对 抓不到 回来以后调整一下 单个敌人呢 可以用这个无限浮空 以后给大家演示 那多个敌人的话 就用空中连续投资 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而且攻击力 投资的攻击力也是不俗的 这边有个宝箱 打开以后呢 是一个戈尔公之眼 也就是石化之眼 还差两个 就可以增加HP上限了 好 把这个门打开 这个门呢 打开以后 就是之前的前广场 就是杀那个练球怪的地方 不过 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呢 这个门打开以后 是会用得着的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那 爬梯子上来 这次去右边 也是爬梯子上去 上去以后呢 这个地方会刷人 会刷很多人 可以把他们全部干掉以后 再前进 好 无限副空 上面还刷人下来了 来 死了 这个就是L1加X的 这个空中攻击子 这个并不是非常实用 在有些时候 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比如说用斜道高跳的时候 然后打的连击数也比较多 这人好硬啊 死了 那这个时候爬墙上去 然后先爬到左边这个平台上 然后跳到屋顶上 那么从这里呢 就可以到那个 刚才打开的那两个红魂的地方 好 打开这两个红魂宝箱 然后跳下去 跳下去呢 刚才打开的这个门 就派上用场了 用不着绕一大圈回去 学会这个R1冲撞以后呢 走路可以快点 用右摇杆翻滚加R1 可以达到一个走路比较快的目的 好 这个地方攀爬 需要跳过去 然后这边会刷人 好 这个地方要是被敌人打得掉下去的话 是会直接摔死 好 这帮敌人 哎 危险 那顺利到这个地方 就一直爬下去 爬下去好像没有什么办法能加速 只能往上跳 或者往左右跳 不能往下跳 这比较失败 抓不到 抓一个 这个不要贪多 砸一下就可以 他这个抱在你身上呢 叫狂推左摇杆 把他挣脱 要不然你会被他缠着一起下去 这个茫茫多的砸兵 跟着我一起爬 非常壮观 非常壮观 把他们都打下去呢 那就比较省势省力 不过没有哼哼讲 你要想把他们全部杀死在这个小平台上 还是有 比较大难度的 因为人才太多了 把他们引到这个小道上 尽量保证不会腹背受敌 还对就这儿 过来 哎 抓不到 还有人吗 好 没有人了 我们来推这个石像 又是非常恶心的这个R石像 R机关 这个是最恶心的 哎 推不动 这个R要点得非常快 这个东西呢 我建议大家 不要用那个中指按了 把这个手柄啊 竖起来 然后放在大腿上 然后用这个食指来按 就像以往按其他键的那个 按键方式一样 这样会按的比较快 如果你这个老老实实用中指按的话 可能会来不及 而且他不但是要按的快 而且要 按一段时间 要持续一段时间 这个对于 按的手会非常累的 总算成功了 把这个石像推下去呢 这个头就搭成一个平台 可以够得着上面的梯子 这样一路上去 这边给你提示 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 一路上去呢 这里有一个弓弩 好 我们就要去这个地方 好 这边这个绿魂宝箱开掉 然后这个梯子是半截的 直接跳下去就可以 好 到这个脑袋这地方 这边会刷出这个 两条23条的这个梅毒沙 不过要比上次打的那个梅毒沙 轻松多了 因为上次那个是HP加后行 好 这个石化光线还是要躲一下 投机 好 这个他放石化光线不要紧 我们这个扛住 在使用投机的时候是无敌的 所以说不用怕那个石化光线 这边把梅毒沙用这个投机干掉呢 是出蓝魂 而且可以看到非常多 好 两个这个摇杆的QT 就是猫猫躲的蓝魂 不过蓝魂我们没什么用 以后碰到都可以直接 把他们直接杀掉 赚红魂 哎 抓不到 这个米诺牛呢 有两种 一种是拿这个斧子的就像这个 后面还有一种是拿锤子的 拿锤子的话比较恶心一点 因为他那个锤子砸下来的冲击波是不能防御的 好 出红魂了 我们把他干掉 赚一点绿魂 关于这个邪道玩法的事情 好 大家可以留言里面说一下 要是大家不喜欢这种 蓝魂无限的邪道玩法 那咱就换一个 重新录一下 不过可能后面会换成脑某难度 因为哈的难度有些地方实在是太恶心了 好 这边美毒杀 投机 哎 这个地方没接好 当然空中可以接两下 好 直接杀掉 赚红魂 赚 哎 方向没对准 直接摔死 然后这边这个 一直在掉黄沙的这个柱子 是可以打碎的 那边那根也是 好 这样就搭成一个可以跳上去的台子 跳上去以后这里有非常多的杂兵 同样可以用这个菠菜冬之路赚一点连击术 那我这里就不掩饰了 在人多的地方 103连击可以看到非常高 在围攻的时候千万要用菠菜冬之路机 这地方还是挺有挑战的 大家如果打不过可以暴刺 当然简单 普通难度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哈的难度 有时候不当心会 不知不觉就空血 哎 抓 好 继续 然后这边清干净以后呢 上来推这个 拉这个攻堵车 然后会射过去一根绳索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绳索爬过去 在他下面二段跳 一段跳就可以了 然后又会杀人 这边这个绳索上的战斗呢 要速战速决 直接控制好看准距离 这个直接按远把它拧下去 然后后面的敌人千万别去管 要不然这个 会被夹击 然后非常痛苦 用不出这个头索 你每次刚夹着敌人脑袋了 后面的人给你来一下 所以说千万不要惯 后面的人就一路往前 他们正常情况下 后面那个人是永远挥不到你的 可以看到非常二 他每次都 在没够着你的地方就挥刀了 哎 被打了一下 不要紧 然后杀掉这些人呢 都是有绿魂奖励的 看准距离 是这个圆圈的投机 直接把他们搬下去 差不多 应该没有人了吧 后面的人千万别去管 这边人是不限刷的 好 跑过刚才这个 有投影的地方呢 就可以直接跳下去了 然后这边呢 把这个铁门抬起来 哎 这个铁门比那个铁栅栏要难抬一点 好 然后这边 用右摇杆加R1的这个相互取消 走路快点 回到这个弓箭车的地方 带一下摇杆 把这个弓箭车再对回到那个 正前方的位置 上去给他来一件 就可以把对面那个木门给打破了 好 出来这个牛 牛呢 有无限魔人 有无限魔人 无限魔力 无限魔力的话 可以直接上去 每杜杀全部石化掉 然后全部干掉 非常轻松 当然如果说 你想打的怂一点呢 就在这儿用弓箭车 一个一个全部干掉 这样打的坏处 这样打的好处是比较安全 坏处就是会损失掉两个牛头的红纹 可以看到先前杀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牛头的红纹 已经不见掉了 好 这边后面两个人收集一下 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梯子 那过了这个梯子 就是下一个场景了 叫做 叫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雅典市中心 可以看到Aris 那我们这次存个档 这次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 下一次节目 我会隔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再录 因为开学了 要赶寒假作业 好 那么这次的 这个节目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